中国的陆地面积有960多万平方公里 位居世界第三位仅次于俄罗斯和加拿大排在美 过之前中国的领土面积 浮原辽阔自然环境复杂多变 那么中国的土地到底是怎么来的呢 为何自然环境如此复杂多变 那其实与6500多万年前的一次大碰撞 有关6500多万年前的这次大碰撞 大概是影响中国历史 最重要的一次自然事件之一 中国地形图宇宙起源于138.2亿年前的一次大爆炸 而中国如此广袤的陆地的起源则已6500万年 前欧亚板块与印度洋板块的大碰 撞有关欧亚板块与印度洋板块的碰撞 导致了青藏高原的龙起 青藏高原是地球上海 达最高的高原平均海拔 在4000米以上被称为世界屋脊 地球的第三级青藏高原的龙起 深刻的改变了云贵高原 黄土高原 长江中下游平原的地形地貌与气候环境 如果用地质学的时间来看中国的变化的话 青藏高原龙起以前的中国可以看作是古代的中国 而青藏高原龙起以后的中国 则是现代中国两亿年前 一度板块还在南极附 进我们先来看一看青藏高原龙起 以前的中国地球 大约形成于46亿年前至50亿年前 地球在刚刚形成的时候 是有比较轻的气体 组成的如氢和氦 大约在44亿5000万年前 地球表面开始慢慢冷却 形成固体状的地壳在40亿 至38亿年前开始有大量的小行星撞击到地球 这被称为重行星体撞击时期 这一系列的撞击事件导致地壳内部的水蒸气 被释放了出来大量的甲烷 二氧化碳 氮气也随着火山喷发 被释放出来 在38亿年前地球的大气层 突然开始冷却 一是先前被释放到大气层中的水蒸气开始凝结 并下起了一场大暴雨 这场大暴雨持续了百万年大量的以水汇聚到地球表面 的低洼出海洋 就诞生了一般认为地球上的地壳和海洋 刚刚形成的时候 当今世界上的各个大陆是聚合在一起 可称为超大陆在44亿年前至3亿年前地球 先后存在伊尔干克拉通 瓦巴拉大陆 科马提蒂藤 乌尔大陆 凯诺兰大陆 米纳大陆 哥伦比亚大陆 罗迪尼亚大陆 拍诺西亚大陆 甘瓦那大陆和盘古大陆中国的土地主要由华北陆块 华南陆块和塔里木陆块组成此外 还有众多的褶皱带中国最古老的土地是华北陆块 和塔里木陆块这两块土地在地球表面刚刚凝固地壳 刚刚形成的时候 其已存在也是地球上最古老的土地之一 华北陆块 至少在18亿年前 就是哥伦比亚超大陆15亿年前 前至18亿年前的重要组成部分下图是华北陆块在15亿年前的位置 也就是说在15亿年前 今天中国的华北地区 东北地区的南部 蒙古高原的南部以及朝鲜半岛 已经聚合在一起了在北纬30度 致迟到附近纬度位置 比今天中国的华北地区要靠南一些 在11亿至7亿5000万年前地球上形成了一个罗比尼亚超大陆 罗比尼亚超大陆 是由哥伦比亚超大陆发展而来的罗比尼亚超大陆的中 先是劳伦大陆当时的西伯利亚大陆 华北陆块 华南陆块 皆位于劳伦大陆的北方 关于华南陆块的位置 我们从下图中可以看出当时 华南陆块所处的位置 华南陆块 北领米 洛维亚洋 北方的古大洋 东面是西伯利亚大陆 西边是澳大利亚大陆 南边 是劳伦大陆而此时的华北陆块 可能位于印度陆块附近 大约在7.5亿年前 罗比尼亚大陆开始分裂 华南陆块成为独立的大陆 如同一个岛屿 在6亿至5亿4千万年前地球 上又形成了一个 帕诺西亚大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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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整体上看 位于南极附近存在的时间比较 短在帕诺西亚大陆分裂之后 华北陆块 与西伯利亚大陆开始向北方移动 大约在4.1亿年前 华北陆块 华南陆块与刚瓦纳 大陆开始分离 成为独立的大陆 如同岛屿一般 大约在2.9亿年前 华北陆块开始 与西伯利亚哈萨克大陆碰撞 在2.5亿年前 帕诺西亚大陆又重新聚合成 盘古大陆 盘古大陆经过三次分裂 与聚合形成了 今天地球上陆地的现状 2.5亿年前地 球上的陆地与海洋 与此同时 西梅利亚大陆从盘古大陆南部分离出来 变向北移动 西梅利亚大陆包括今天的土耳其 伊朗 阿富汗 中南半岛 马来半岛等等 在2.5亿年前 西梅利亚大陆与华南陆块碰撞 由于西梅利亚大陆不断向 被移动导致古特提斯阳慢慢消失 现在的地中海 就是古特提斯阳的残留 此时中国的华北陆块 华南陆块都聚集在了一起 西伯利亚哈萨克 大陆也已早已与华北陆块连接构成中 国陆地的主要组成部分 经过了一万年的聚合与移动 终于走到了一起 2.5亿年前的新梅利亚大陆 让我们来简单叙述 以下两亿年前中国的概况 此时 中国的长江流域仍然是 一片大海市古特提斯阳的组成部分 今天我国的西藏 青海 云南 贵州的大部分地区 也是一片海洋 湖北省 德西部一带 则是古特提斯阳的海岸线 华北陆块与华南 陆块的地势则稍微高一些 值得注意的是 当时的长江还没有形成 大约在两亿年前中国的地形 地面又发生了剧烈的变化 趁之为运制造山运动 高耸的横段山脉秦岭 昆仑山开始形成 长江中下游平原的南部 慢慢由海洋变成陆地 但是此时 中国南方的部分河流是自东向西 经过云南西部一带流入 地中海 然而不自西向东流 因为此时的 印度洋板块还没有来碰撞欧亚板块 我国的云贵高原一带 还是沿海地区大部分河流 是自北向南自西向东 注入古地中海的当时的印度板块 还未与欧亚板块碰撞在2.05 一年前至1.35一年前 发生了阉山运动这一时期 被称为阉山构造期 青藏高原开始慢慢上升四川 湖北 安徽一带的山脉也开始隆起 但是这一时期 青藏高原从整体上来看 依然比较低平常 江流域的大部分地区 依然位于咸海或者平原一带长江 并未形成因为西部地区的 地形与东部地区的地形 都比较低平中国 并未形成三级阶梯状的地形结构 当时的青藏高原 云贵高原位于热带海洋的边缘黄土高原 非常的低平贵州一带 还是一片前海地带中 国东部地区与西部地区 两边的河流 无法汇聚 它们依然自北向南 自西向东 流入古地中海 此时还差一步 那就是印度洋板块 与欧亚板块的碰撞可以这 我们说如果印度洋板块没有一头撞向中国的西南部 中国的东部 东南部 西南部一带都是沿海地区 翻面环海 关于青藏高原隆起 以后中国的自然环境发生了 怎样的变化 我们在下文将会详细论述 我们再来看一看青藏高原隆起以后的中国大 约在一亿多年前 印度洋板块 开始脱离南极和澳大利亚 以非常快低速度 相对于地质运动的速度来说 向东北方向移动 经过了六千多万年的时间撞击 到中国的西南部并且迄今为止 印度洋板块还在向欧亚板块的下方 促冲喜马拉雅山脉的海拔 一直在缓慢的上升 喜马拉雅山脉 意度洋板块撞向欧亚板块 以后中国的领土就基本形成了淫贵高原 西藏南部一带的海域 消失中国的西南地区 由沿海地区 变成了内陆新疆地区也变得十分干燥 由于新疆变得十分干燥 导致大量的黄沙 被吹到了今天的陕西和山西的布 分地区在太行山脉的阻挡下这些黄沙日积业垒 形成了今天的黄土高原 新藏高原的龙喜还带动了横断山脉 天山山脉的龙喜 以及长江中下游地区地势 的抬高导致中国的西部 西南部 南部地区地形普遍升高 形成了三级阶梯状 那么这样一来 原来自北向南自西向东柱 入谷地中海的河流纷纷改变 那流向开始自东向西 注入东海 黄海和渤海长江就这一时期 形成横断山脉附近地形图 青藏高原龙喜 以后深刻地改变了中国的地形 地貌也深刻地改变了中国的气候环境 首先中国的西藏 云南的南部一带 游前海变成了高山游热带海壁 变成了高山森林谷地中海的暖湿器 也无法深入影响到我国的新疆和甘肃一带 导致我国西北一带变得一场干旱 但是大自然总是平衡地在青藏高原龙喜 以前我国的新疆 西藏 甘肃一带虽然比较的温暖湿润 但是我国的江南一带 则比较的干旱 其自然地理环境 就如同今天的西亚 北非地区一样 我国的江南地区与西亚 北非的纬度位置 差不多位于北纬30度线 与北回归线附近 摄附热带高压带和信风带的控制 盛行下沉气流 不易于形成江水 那么为什么西亚 北非一带比较干燥 而我国的江南地区 则比较的湿润 那由于青藏高原的隆起导致呀 欧大陆成为了世界上最大的一个 大陆受海陆热力性质差异的影响 在夏季东亚地区 盛行东南季风温暖湿润的海洋 溪流从东南沿海深入影响 到西北内陆在冬季则盛行 西北季风寒冷干燥的季风 从大陆吹向海洋 由于季风的存在改变了 受负热带高压带和信风带的控制区域的风向 所以我国的江南地区 在夏季降水量十分丰富 避免了轮为干旱半干旱的沙漠和草原景观 我国江南地区的水稻种植 也与此同时在夏季 由于青藏高原的海拔高 空气稀薄能够吸收